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轮功今天中午12点开始在门哈顿的下层游行 在12点半出现在华谱的雾街 随后沿着东白楼会走 转至爱伦街北上 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在华谱一出现 令当地的华人感到相当的惊讶 由于今天是长周末 不少华裔民众在华谱过屋休闲 他们看到法轮功的队伍都纷纷喝到场 游行队伍中有法轮功派发报纸和传单 很多华人都拒绝接受 或者把地上的传单一转头就扔进垃圾桶里 喝到彩的民众不仅有老人小孩 还有家庭主顾 更有不少是从外地到华谱购物的人 他们都是在现场才知道法轮功来了华谱 大家对法轮功阻挡华人为四川赈灾筹款 表示相当的不满 还有民众制作了标语 愤怒的抗议 虽然现场有部分民众情绪激动 但并没有发生大的通途 法轮功的游行队伍 从十二点半到两点半 一直在华谱附近 而这里的华裔民众和商家 普遍表示体制 今天也有不少社团 按照原因的计划 在街头为地震载区进行募款 这些社团包括中华公所 福建同乡会 福建公所等团体 很多民众纷纷慷慨解囊 使华安社区的三款纪录不断提高 美国中国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